在近日,于谦老师还亲自为自己的孩子考试加油打气 不是郭小宝,而是于谦老师马场的马去参加中国青马大赛 正常发挥肯定没问题,我查试试了,相信你 于老师家,孩子这是要考试啊 我这不是鼓励鼓励孩子吗 让我也看看,孩子多 你看,大了 那我半天,你给马加油了 是啊,第三届年轻马大赛马上就要举办了 到时候展现咱们中国良居风采的时候,我这马也得上场 但在近日,有网友爆料称,于谦的羊马场即将拆迁了 从爆料的视频来看,于谦之前一直对外开放的羊马场 如今已经是关闭的状态了,里面也没有什么动物 诺大的羊马场里空空荡荡的,甚至还有些凄凉的感觉 麻场里很多地方都已经拆掉了,没有了往日的生气 有消息称,由于要建立机场自贸区,所以要进行拆迁腾退 鱼谦的马场就包含在内,马场占地60亩 换算下来就是4万平米 有小道消息称要赔三四个亿,但是不知道真假 不过要是真算起来,这么大地方肯定会拿到不少赔偿款 这么多年来,作为人生大赢家,同时也是人生大玩家于谦 在这个马场上投入了大量的心血 于谦中爱马,他的马场里面有很多高大漂亮的汗血宝马 还有迷你马这种珍贵品种 这种迷你马需要从国外进口,一匹就达到10万元左右 于谦更是大手笔的进了17匹,丝毫不心疼钱 作为搭档,郭老师在一次于谦过生日时 老郭送给他一匹汗血宝马,从国外运过来的 据说花了有个上百万,还送过一个鸟笼,随便也值个小20万 为了养好这些珍贵的小动物们,于谦也是花费了不少心思 专门去外面找了饲养员过来精心喂养 动物吃的食物也是专门从其他地方运过来的好饲料 当然了,这些马匹为于谦赢得了很多的荣誉 他总是在微博中喜滋滋的晒晒,让粉丝们也分享一下这份喜悦之情 而引进的小矮马也为于谦赢得了不菲的收益 闲来无事,135好友来马场 吃着自己种的菜,自己养的鸡鸭鹅 于谦亲自下厨做菜 这种生活才是逍遥自在 郭德纲曾经调侃,如果让他来做谦哥的事情 那么非把自己急死不可 大老远的运着高头大马参加比赛 想想都能烦死 但是谦哥却总是乐此不疲 有些网友担心,如果于谦的马场真的拆迁了 于谦最大的乐趣不就没了 里面的各种小动物怎么办 其实大可不必担心 于谦拿着如此巨额的补偿 肯定会另逆他处 重新设计一个新的马场 于谦开养马场本身也是因为喜欢小动物 想当初于谦为这个马场花费了这么多的心血 这么多年了,那些钱全部都用来维护这个地方 如今要拆掉心里面 应该多少会有些舍不得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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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